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先把车停好 好嘞车库什么不能少 当然是小技 小巴 小宾和小宝 如乎进来 不着急上楼 咱们先脱下战袍 隐蔽式衣帽间 不会让审美疲劳 这种设计小心思不仅能阻隔沉销 还能让归家的氛围马上达标 坐电梯 上B1 出来 左手边是一个多功能会客厅 没有沿袭家族中堂 但礼须的气息依然挺浓 印染刮画氛围灯下的水墨交融 明示家具 木纹与皮质的触类旁冲 观感很放松 仪式感不隆重 和之前桃花园1.6亿那期 一曲同共 家具不是拿来供的 而是拿来用的 所以 博古家前面没有留白 而是陈列了插台 既适合一个人在家宅 也方便搁几个随时来打牌 炸 不会打牌 也不能白来 旁边就是采光天井 绿意盎然的独青独醒 迷你黑松的咳嗽倒影 好心情好才对得起这良辰美景 穿过会客厅 电梯的另一个挨着一个密室 我知道 普通的保险柜呀 发射证之类的 对大家来说也没什么意思了 以后如果有八位数的手办 我再带大家看一看 接着 小酒窖已然备好 私密酒局的酣畅开场 离不开情绪的慢慢发酵 跟意气相投的人在一起 不怕喝糕 这是最靠谱的告白 也是最脱俗的情调 隔壁 大家要看的保姆套间啊 已经收拾好了 保姆摊黑起早 操作电器多一些 收纳空间大一些 淋浴环境好一些 这些感受至关重要 也是融入一家人的心魔作料 B看完了 咱们上一楼 往右边是一个方形餐厅 一面落地窗 天然好采光 一侧壁看墙 摆件不寻常 Polyform的餐椅不稀奇 巧耳得地的边柜很立体 这绝对不是为了填饱肚子那么简单 对早就超越了果腹 这种基本需求的我们来说 回家吃饭的本质 是要吃的有情趣 有乐趣 有想和家人每天聚一聚 所以 得吃鸡 白切鸡的肥嫩 太爷鸡的鲜嫩 鹽鸡鸡的滑嫩 这些粤菜 好吃的 有点过分 让人幸福眩晕的美味 来自夹交玻璃囊后面的厨房 对家人永远不会打烊 这不是一个人的战场 C位的中导 让备餐备菜 不会慌张 通顶的橱柜 分裂两旁 全套美诺的橱垫 低调 不张狂 WMF的铸钢锅 能让小火入味 大火出香 如果觉得氛围还差点意思 那我就问一下石井区的UP主 拉克斯 看他能不能帮我在这搞套音响 听懂厨房 我感觉 吃饱了 喝足了 心情啊 也变得清新脱俗了 电梯厅的这边 是入户门厅 还有一扇欠丝流金的屏风 搭上玄关柜上的盆井 形成了祥云绕子阁 锐气迎珠轩的异性 从金属镂空隔山转过来 起居客厅足有7米挑高 整面的火山岩板和玻璃木墙各领风骚 多层次的光源像是玉带缠腰 也让地面扑拉的沙发有点小傲娇 大空间有大空间的庙 小空间有小空间的窍 沙发后面的摆设既显得风淡云青 又和楼下的装修风格遥相呼应 推拉门的多宝阁前面是斑斓的茶桌茶椅 这种新中式的风格啊 喜不喜欢全在自己喝口茶 咱们继续 当四面凌空的独栋别墅 遇上合围式的花园 会是什么化学反应 来 推门瞧瞧 恰到好处的间距很私密 花花草草的打理很细腻 硬质铺装和乔木灌木的搭配很给力 回到室内继续 电梯上二楼 出来会感觉到视线不太一样 因为小偏听刚好能俯瞰全场 景深不错 在这儿录一期爱说 或者做个直播 能满足的功能啊还挺多 左右两边各来一间次卧 一侧是元气满满的中国风 不失优雅的闲情水墨 一侧是摩登现代岗式高级灰 沉稳内敛的不动声色 OK 电梯上三楼 看看100平的主卧套房 出门左转 先是个小书房 也是个办公区 这种设计越来越得体 因为工作和生活即使无法分割 也要合适的保持距离 主卧房藏在推拉门里边 Oversize的尺度 阳光洒进来的温度 软包的皮雕有点小酷 2米2乘2米4的大床 软硬适度 也许睡觉不是这里的全部 无论是不是两个人住 都可以在这儿重温景点 推开窗在阳台上亲近自然 无拘无束 盖到此行此景的啊 扣1没盖到扣2 咱们加快速度 整个木质墙面没有门把手 但推开就是临窗的主位 简约维宝双台盆 立式防务双人镜 丹麦KA白浴缸可单可双 对疲惫的治愈力量难以想象 杜拉维特的马桶 宣泄的氛围很透亮 隔着一道墙 淋浴尖是德国当代花洒的助场 喜事完毕 隔壁就是一帽间 穿搭的地儿 咱们得好好盘盘 挂方区有下拉杆的加持 变成了硬核的存在 每一次开盒之光窗 都是阳光和饰品的再次碰撞 激发出香水的飘荡 挑逗着每个人的鼻腔 整面墙的爱马仕 能换10张特斯拉了 一毛间干完 咱们再回到书房 不是说没有密室吗 怎么回事 我在里边培训不押运的文案 接着跟我走 露台到了 一边是玻璃佛兰 绿化很好 一边是半人高的岩墙 焦坛很私密 咱们从地下的二层 到现在的四层 还有好几栋的高层 你以为就完了吗 No 楼下还有两条大狗 咱们和他俩沟通一下感情 房看完了 这套五层的独栋别墅 感觉很舒服 功能也很实用 现代风格 与新中式的完美混搭 从兼顾老 中 青 三个年龄层次的设计中 可以看得出 这家人也是其乐融融 虽是管容亏豹 但明显能感觉到 岭南的话 已经深入到当地人的骨髓 大到建筑形态 功能布局 小到对饮食和茶道的理解 都很到位 如果这是一所大学 我相信 会有踏实肯干的建筑系 古为金庸的历史系 以及内外结合的哲学系 大学里不止只有小株 还有福岸丙株和青春脚步 学耳之前 路长且难 或许咱们真应该把广府文化覆个盘 无论是眉毛上的汗水 还是眉毛下的泪水 这些都是咱们打怪换来的经验 早晚会在未来的日子里变现 不一定是钱 但值得你我共勉 OK 这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点赞 收藏加转发 祝小伙们 清水栏胜栏 我是艾叔 豪宅 就这么回事 咱们下期见